欢迎您持续锁定 2100整点新闻 我是林佩杰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 俄乌战火持续的延烧 有18名旅居乌克兰的台湾人 搭上了外交部安排的撤侨专车 历经了45小时的车程 是终于抵达波兰 而代表处也送上了便当 还有珍奶来替他们压压惊 而目前是还有14名的国人 滞留在乌克兰境内 其中是有7个人在首都基辅 外交部表示会保持联络 但是也尊重他们的意愿 而有一对台乌夫妻 是自行从乌克兰逃到了波兰境内 不过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狂轰猛炸 在当地掀起了逃难潮 部分乌克兰人往西走逃到波兰边境 其中一对台乌夫妻 顺利逃到波兰境内 回想起来人心有余悸 非常让人惊吓的 当你睡到一半的时候 你听到防空警报 想起要你去防空洞 我们希望说永远不会再一次的体验 这样子感觉 而旅居乌克兰的18名国人台生 搭上外交部安排的撤侨专车 终于在26号平安抵达波兰 驻波兰代表处提供便当及真奶 终于吃到台湾味 让他们差点哭出来 有人在脸书打卡报平安 经历了45小时漫长的车程 终于离近乌克兰准备入境波兰 边境也提供给乌克兰入境的人 一些热茶 咖啡还有简单的药品 目前仍有14名台湾人滞留在乌克兰境内 其中7人在首都基辅 一名旅屋正妹表示目前平安 媒体避免在私讯 手机需要保持足够电量 用在紧急时刻 但俄乌战争恐怕已在当地掀起排华情绪 乌克兰被俄罗斯人入侵 只有中国没有跳出来指责俄罗斯 导致许多的乌克兰人们认为 中国就是帮凶之一 有许多的威胁恐吓的言论 针对在乌克兰的中国人 乌克兰如今战火连天 百姓们快速逃离 短时间内恐怕再也回不去 记者综合